你好,我们来点吧 哎呀 中国人在这里卖东西啊 中国人在这卖调料 你是自己做的豆腐吗 自己,卤水豆腐 卤水豆腐可以 中国人在这卖东西还挺好的 在这个市场里面是不是中国人 就你一家不在这卖东西啊 对面也是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吃早餐了 这边是韭菜盒子 这是什么汤啊 这是鸡蛋汤 西洋寺鸡蛋汤 好 现在我们吃完饭 现在要去那个大巴扎 去大巴扎买菜 因为这是宾馆里面需要的嘛 我就准备和这个圆哥 我们两个去买菜 大巴市场有很多 卖咱们中国的菜 他们这边的菜其他的地方 没有不好买 只有那个大巴扎好卖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人少 我们早上过来的 早去早回啊 对早去早回 那我说人的话就走路了 是 看一下这边卖衣服的 你看上东庄了 东庄 哎对 现在有的店刚开门 这边都是二手的 这边全部是卖菜的 那边是卖水果的 再往那边走卖衣服啊 卖布啊 卖什么东西 不好 不好咱们再看其他的 洋葱苗 他们这边很少有大葱 大部分的洋葱苗 看一下他们这边的西红柿 我怎么看着这个 有点像那个花生秧啊 不是 是不是啊 就是花生秧是吧 那花生秧差不多 这个花子这个花啊 他们本地人喜欢吃 啊 是花生呀 墨泊里墨泊里就是花生 白菜 400公斤吗 这白菜 芯挺硬的 还可以啊 对 这芯挺硬的 应该是北方种出来的 应该是北方种的 这边不可能种出这样的白菜 这边天气多热啊 这啥 芹菜 小芹菜 现在 再买点其他的 哎呀 中国人在这 在这里卖东西啊 酒房 对 韭菜 这个很难 少见 啊 啊 中国人在这卖 调料 还有这个一点菜 挺好的 你是自己做的豆腐吗 卤水豆腐 可以 中国人在这 卖东西还挺好的 在这个市场上里面是不是中国人就你一家不在这卖东西啊 对面也是 啊 这家也是中国人吗 他们本地人 顾的是本地人应该 他们有面条什么东西 这边 这边还有干菜 就是干的 竹笋竹笋干啊什么东西 这边是粉条 啊 这是啥东西啊 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 面条 咸菜 哎呀还在那麽咸菜 没干菜 这是啥 腌到那个竹笋 腌到竹笋 还有鞋 看这豆腐 他们中国的 黄豆酱 哎呀这也可以啊 有这个手艺也可以也能赚钱在这边 毕竟中国人比较多 这边是卖肉的 鸡肉牛肉羊肉 这 这这些还有鱼 他们和那些是分开的 这边一过来就闻到一股这个鱼腥的味道 看 鱼 那边鸡肉 这个猫 挂子给我 等一下弄手上油了就麻烦了 前面 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这牛羊肉他们这边 和咱们国内比 就是生的 现在也已经便宜不了多少了 前 前一段时间还便宜很多 这边物价上涨太厉害了 看 羊肉 这边 羊是绵羊看着像 这边是山羊肉 这是我们 今天买的东西 现在宾馆生意开始好了 生意开始好了 等我朋友回来我要退股了 因为现在凉快了 咱们中国人来这考察生意的多了 这是今天买的东西 花了三万块钱 三万卢比 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是什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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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